热点资讯 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日前 聂海胜等三名中国航天员 正式入驻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 这是个历史性成就 国际空间站上的法国航天员 也欢迎中国同行 并表示 本周太空人口 一下子增加了43% 法国航天员托马斯·佩斯凯 18日在推上发文祝贺 随着中国将三名航天员 送去他们的空间站 太空人口本周增加了43% 太空飞行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成就 我能想象他们三人从轨道 欣赏他们首都北京和天津景色的样子 佩斯凯等四名航天员 今年4月份乘坐SpaceX太空飞船 进入国际空间站 这是他第二次进入太空 并担任一个月的国际空间站站长 也是欧洲航天员首次担任这个任务 他们要在空间站执行6个月的任务 目前 国际空间站 共有7名航天员 美国三人 俄罗斯两人 法国一人 日本一人 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今天 全球第一位数字航天员 小征正式亮相 与用户一起 漫游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国际空间站 和平号空间站 小征是谁 实际上 小征是腾讯游戏和新华社联合打造 专门面向航天主题和场景研发的数字记者 他将承担起载人航天工程 行星探测工程 探月工程等国家重大航天项目的现场报道任务 在现实中 新闻机构要派驻一位记者到空间站进行报道的成本非常高 从预备航天员开始训练 到航天员能具备执行任务的能力 大概需要四年左右的时间 期间 航天员要接受超重耐力 失重 野外生存等专业训练 对身体和心理素质的要求极高 因此 通过实时高保证数字人技术 打造一位记者成为优选方案 而且小征还能够开展灵活多样的媒体和公众配合工作 虽然数字人技术在很多工业电影里已有应用 但其背后牵涉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巨大 尚未能广泛应用在其他场景 再加上数字角色制作的最大难点 就在于角色人脸的精细化制作 如何在高质量渲染和高成本之间进行平衡 是业内难题 不过 这些难点在游戏技术的进步推动下 已经有新的解决方案 此次数字航天员采用的是腾讯游戏旗下 Next Studios 全新的制作管线和实时渲染技术 小征的形象不仅更加生动形象 而且制作时间可以压缩至平时三分之一 甚至更短的时间 其实 小征的制作团队由Next Studios 15名研发人员组成 其中包括C-RUN制作团队的核心创始成员 从模特服装等基本素材的扫描 采集身体头发服装配饰等的精细建模 到人脸绑定动画 制作团队耗时共三个月时间 最终利用基于光学动捕的动画生产管线 Exmocap 通过动作捕捉技术给小征赋予了生命 为了制作更加真实细致的人脸 制作团队在传统的骨骼绑定基础上 还使用了超过5000个Blend Shape 来细腻刻画角色表情 这就是小征诞生的由来 作为全球首位数字航天员 小征是腾讯游戏超级数字场景战略理念下的 一个生动案例 伴随技术的演进 游戏在文化传递 公共服务 教育应用 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技术优势 成为能够创造多元社会价值的超级数字场景 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 游戏已经向我们展示了 其作为超级数字场景的灵活性和丰富性 而随着技术的继续加速发展 它的边界势必会被扩大 并且远超我们的想象 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三名航天员 将在太空中度过时长三个月的出差生活 出差太空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正引起广泛关注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 总设计师黄伟芬 时刻关注着三名航天员的一举一动 他们6月17日早晨2点半就起床了 做进舱前的准备 然后出征 进舱以后发射 入轨了之后又进行组合体的环境建立 一直忙到晚上11点半以后 才把该干的活基本干完 晚上11点多他们才开始吃晚饭 到12点多才睡觉 6月18日早上6点钟又起来了 我们让他们晚半个小时起来 一般6点半起床 他们7点起床就可以了 因为太辛苦了 结果他们6点钟就起来了 他们对自己要求还是挺高的 通过跟他们沟通和问询来看 好像他们觉得还不错 我们要定期评估他们的睡眠质量 这也是对他们健康状况评价的一个指标 空间站温度23摄氏度左右 可以调 睡觉时用睡袋 把睡袋固定 现在航天员作息制度是天地同步 我们一般地面早上8点上班 他们天上早上8点也要跟我们沟通当天的工作计划 到晚上8、9点我们还会沟通 今天工作完成情况怎么样 我们对他们明天的计划有没有意见建议 作为中国空间站的首批入驻人员 航天员乘组进入核心舱后的首个工作 便是布置新家 中国载然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 18日在北京大学说 入舱之后他们的任务非常多 光螺丝就要卸1000多个 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空间站任务 总师孙军介绍 航天员进入天河核心舱后 首先要进行电解制氧档位设置 水箱安装 睡眠区整理等与基本生活相关的工作 目前航天员已完成无线WiFi设备安装 有了WiFi 他们就可以和地面工作人员 家人等进行沟通 包括视频通话 此外 航天员还要进入货运飞船 将事先带上去的一些物品 运到核心舱进行安装 过程好比拆快递 孙军称 第一周是组合体初期 主要是把家好好装修一下 把设施建得更完备一些 包括信息通信 生活 餐饮 卫生设施等 为后面长期载轨生活 奠定基本物质基础 之后 航天员将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载轨训练 特别是航天员出舱活动的载轨训练 常言道 民以食为天 空间站的食物可谓太空一绝 让人隔空垂涎 中国空间站为航天员配备了120多种航天食品 其中有不少传统中式菜品的身影 具有明显的中式特色 食物不仅有主腹之分 讲究荤素搭配 更有独特风味 甚至人人皆知的鱼香肉丝 公报鸡丁 都出现在航天员的美食列表里 谈及航天员的美食列表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总设计师 黄伟芬表示 航天员的食谱周期 按一个星期来算 重复率很低 此前 对航天员进行了感官接受性调查 配备的都是航天员爱吃的食物 空间站的太空厨房 配有食品加热装置 让航天员在太空也能吃上热壶饭 睡眠区设有情景照明 航天员休息时可调成适宜睡眠的照明环境 舱内专门配置了锻炼区 有太空跑台和太空自行车 能满足航天员断裂需求 在空间站不可能像在地面这样洗淋浴 航天员可以把湿毛巾加热以后擦拭 洗头时把浴帽套在头上 免洗的洗发液挤出来揉搓 洗完了之后擦干净 航天员的专业理发师就是身边的搭档 互相帮忙理发 当然 在太空湿重环境下 理发和地面不一样 头发会飘散 我们在理发推子上 套了一个类似吸尘器一样的东西 可以把剪下的头发吸进去 太空出差并非全是工作 航天员在工作之余 也有机会放松一下 开展丰富多样的休闲娱乐活动 黄伟芬称 每周日是休整时间 航天员可以自由支配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比如看书 听音乐 为了能够更好地度过 为期三个月的太空出差 飞行程组被允许携带少量的私人物品 此前 三面航天员接受媒体采访时 分享了各自带上太空的私人物品 汤鸿波带了妻儿生活视频 工作之余看看也是放松 刘伯明带了全家福和寓意 牛气冲天的牛娃娃 聂海胜带上天的私人物品 既有做纪念的 也有做展示的 这也让人们对此更加好奇 值得一提的是 在太空飞行中 悬窗眺望 绝对是备受航天员欢迎的 娱乐休闲项目之一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欢迎订阅